先来早上八点者马上来关新欧美股市周一的收盘表现了 美国联军会主席叶伦上个礼拜五指出 下半年的升息将是渐进式的缓步升息 而且一定会谨慎行事 另外中国大陆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礼拜天的时候则表示 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依旧疲弱 那货币政策还有更宽松的空间 这番谈话推升了陆股昨天是续唱了七年来的新高 而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这全球前两大经济体 等于是同步都释出了宽松力多了 加上中东的紧张局势趋缓 以及昨天生计产业有好几项的并购消息刺激了市场 美股四大指数看到了收盘是一片的红通通 而且涨幅全部都是超过一个百分点 好先来看到道琼的走势 昨天的道琼指数主要是由苹果跟雪佛龙来领涨 收盘就大涨了263点 收在17976点 收复了月线跟季线 NBI生计指数则是上涨1% 推升了纳斯达克收高1.1% 收在4947点也收复月线了 费成本导体指数是同步收高1.3% 收在703点的位置 而且费半这一波反弹的攻势是最强劲的 日K线已经是拉出了连续三根的红K棒 即将要往上来挑战月线 S&P500则是收涨1.2% 收在2086点 也是已经顺利的收复了月线了 好在台国ADR的部分 台积电是传出16奈米已经提前的量产 ADR看到了是收涨1.35%的幅度 而且地价的部分也扩大到2.4% 细品则是传出第一季的营运是呈现淡季不淡的 看到昨天的细品ADR也是大涨3.1%左右的幅度 即将要来挑战季线 至于欧洲股市 昨天欧元趋势公布了3月份的企业跟消费者信心指数 上升到103.9% 创下了三年半来的新高 好在利多的推升机下看到欧洲股市也是一片的红通通 全数都收红了 其中德国股市的部分是收高了1.83% 是欧股主要指数当中涨幅最大的 而且收盘是占上了12,086点 德国股市即将来挑战3月16号的历史高点 英国股市跟法国股市 收盘大约也都小涨0.53%到0.9%左右的百分点 昨天的希腊股市也是呈现收红的格局